歡迎收看地長金線 我是Jerry思宗宜 我現在所在的位置呢 是在台北市東區最繁榮的地點 也就是在華納威秀這裡 為什麼來到這裡 因為聽聞 Lexus成立了品牌概念館 一定要來一探究竟 因為這是跟全世界各地 概念館都不一樣的一個存在 大偉哥 是 我們一起來探究 Lexus Electrify 是什麼樣的概念呢 Electrify的這個概念 其實在過去這是沒有的 但是Lexus其實早就在做的 Lexus在這個品牌概念館上面 它過去在東京 在全世界各地都有 但是在台灣 像這個Lexus Electrify 這樣子一個品牌概念 明顯就告訴你 是跟電有關 是 充電的Lexus 其實它早就在你的生活周遭 對不對 它的油電車已經是全世界 我們都拿九塊 而且你知道它的這種 包括電動車 油電車 到今天已經賣了多少輛 超過兩百萬輛耶 對 在全世界 對 那這個能夠達到的節能效果 其實已經很可觀了 很可觀 我們就從現場的這個很大的 LED螢幕開始看起 大偉哥 我覺得你來到這一間旗艦館 你不管是往外看 往裡看 你會覺得非常的Lexus 而且這個螢幕所顯示出來的效果 是不是很科技 我覺得這是我最驚奇的地方 Lexus常叫的就是 就是 Experience Amazing 你從外面 我從外面來的時候 你就可以看到它這個高四公尺 長四五公尺的LED一末 它從外面 它的曲面 你就可以看到這裡的畫面 而且它的流動性很自然 而且很逼真 很寫實 而且它最重要的是 它Beliver就傳達了 就Lexus再Electrified 它未來電能的一個 邁進未來的一個願景 像我們現在同時在看到的 就是這種抄架樂趣的體驗 對不對 但是它可以透過車款上 我既給你享受性能 但也給你節能 這樣的一種結合 對 共進未來 是 所以我們看到了 現場的這一台車 當然是它代表之作 對 LC500H 這部LC500H 雖然它已經黑出一段時間 但是你今天來看 這整個一個油電車的發展 LC500H 它可以說是一個巔峰之作 而且你要做到這麼漂亮 這麼高性能 而且有這麼高的一個 節能效果的 LC500H 它真的是一號輪 一號車款 對 因為3.5的排量 但是再加上了Hybrid 對 然後動能方面 表現非常地結束 大家就說 你可以享受性能 但同時你要節能 為什麼要節能 大家都知道 Lexus再追求一個 碳中和的願景 好厲害 它在過去已經做了很多 對嗎 這些能量來 你看 終於知道 它減碳多數 它好像有統計出一個數字 對 它有個數字 1900萬噸的碳 這是多少輛的車子嗎 大概幾十萬輛吧 30萬輛 30萬輛 所以我們已經看到了 Lexus在過去 節能減碳上的 一個用心跟努力 可是它並沒有因此 而停止 它的進步腳步 我們今天在這 Lexus Electrify的 這個品牌概念面 就是來看 它對未來的一個願景 而且大偉哥 我如果要了解更多 關於Lexus Electrify的 相關核心裡面 對 其實他們有拍一些影片 它會在這裡頭髮 而且我用很輕鬆 享用的方式 可以在這裡好好的理解 對不對 我真的很喜歡這個地方 其實這個地方 已經是我來第三次了 它在這裡 它不像一個學堂 因為你在這邊可以吸收到 最多的Electrify的 在Lexus上面的一個知識之外 你可以輕鬆的在這邊享用 它這裡是有咖啡區 對 用餐區 當然防疫期間 他們沒有鬆懈 所以你可以看到 該維持社交距離的地方 該有的防護 通通都要做好 一進來一樣 實名制 一樣有量體溫 但是人人都可以來 而且在這裡還有精品的部分 大偉哥 我發現新鮮貨了 你眼睛好尖喔 因為之前我們有去過 你知道冰樟那邊的概念店嗎 它其實那邊也 那個體鑑板 東西也很多 可是我沒有看過這一個 肯定是新的 這個版本 不知道我跟你說 一定很多女生喜歡 真的 而且這邊東西是高貴不貴 讓你很輕鬆的 你幫我拿一下 我可以來看一下它的功能性嗎 真的很不錯 持扣 持扣 持扣最保密 然後容量也不小 很有質感 其實終於我必須要說 你從這些精品上面 你可以發現到 Lexus它在這精品上面 它也展現了 它對這種產品的那種親和力 讓人在 你開 Lexus車子 你會覺得這車子很好開 很好上手 高貴不貴 對 在它的精品 也是這個取向 大尾大餐廳來了 哇 好漂亮喔 這是抹茶 什麼 這個是我們的蔬菜凍 蔬菜凍 大尾哥的主餐是什麼 這個是和牛夾 喔 終於很不錯耶 這是抹茶蛋糕嗎 這是青苔 哦 青苔 對 待會可以幫你介紹 這個是 和中食 或者是您的小土食 好 嗯 然後就像你們的 所以每位朋友來這裡 他享受到的服務就是這樣 對 因為我研究他們的菜單 每個都好吃的 對 而且觀眾朋友看到這裡 你有沒有覺得你肚子餓了 我告訴你 我們想用美食 你了解車很重要 我們來繼續聊